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章的学习提要 首先我们看一下分值的分布 这张的平均分是四分 属于重点了 各位四分了 客观题主观题均会涉及 明白了吗 主客观题均会涉及 所以重点 而投资性房地产呢 它也属于基础内容 虽然它跟我们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存货相比而言 要更重要一些 但是它也是基础 因为它是脱胎于我们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包括存货来的 所以如果你前面的固定无形和存货学的很OK 学它不再有难度 整体复习难度也是两颗星 说说考试方向 我们投资性房地产快递合算 五年考两次 投资性房地产与非投资性房地产制装换 来来来来 五年考五次 每年都考 每年都考 就是从投资转成自用 从自用转向投资 就这点东西翻来覆去 每年都考 各位 这东西不是白讲的 不是在这里白说的 你要看清考试的方向 你才有复习的方向 结合 跨章节复习 因为我说了它跟固定资产 跟无形资产都有关嘛 所以结合固定 结合无形 包括后面的投资性房地产 还可以跟债务重组 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跟所得税 跟会计政策变更 和合并财务报表 这些都可以结合 所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还是秉承者那句话 要基础夯实 这些都是基础内容 来 我们首先看考点一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的概述 说什么叫投资性房地产 是指为赚取租金 或资本增值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持有的房地产 各位 这里要说明一点 这个房地产是俩 你知道吧 一个是房 一个是地 一个叫房产 一个叫地产 合在一块叫房地产 所以你会发现 投资性房产 要么是房 要么你是地 发现了吧 那么为什么它不叫固定资产 它不叫无形资产呢 因为它的持有目的有变化 对吧 要么你是赚租金 租赁了 要么你放着资本增值了 等赚了 升了再卖掉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而且在这里 大家必须要搞清一点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它跟我们后边讲 租赁有可能结合的 所以在这我要提前跟大家说 你企业要确认一下资产 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前提是什么 要有产权 明白了吗 要有产权 如果没有产权 那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啥意思 来看好了 说假把房租赁给乙 假是出租方 它有没有产权 有 所以假叫什么 假叫投资性房地产 那乙它有产权吗 那不可能 这个乙物叫二主 经法叫乙物二卖 我记不住了 所以你假有产权 乙就没有产权了 那乙叫什么呢 各位 因为租赁准则 它不是短期租赁 它不是低价值资产 它叫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 他也要确认个资产 所以乙叫使用权资产 你看 它是产权吗 是所有权吗 不是 使用权 好 乙现在再把它转租给丙 那么我现在 不管他转租丙这事 我就问你 他转租给丙之后 他叫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叫不叫 不叫 为啥 没产权 明白了吗 没有产权 所以各位记住了 投资性房产 你得有产权 没有产权的不叫 转租的不是 来 我们看一下 投资性房产呢 它在用途啊 状态啊 包括使用的目的等等方面 它和企业自用的房产不一样 自用房产你自己用嘛 自己经营使用的 对不对 而投资性房产呢 它有点投资的性质 你看原来 企业会计制度下 就没有投资性房产 而2007年开始 有的企业会计准则 才增加了这么一项资产 叫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讲物性资产 我讲了 我们现在这个房价 是真正的房价吗 冰冷的钢筋和水泥 价值没有差异 有差异的是什么 地段 是吧 地段 北京没有一环啊 从二环开始 三环四环五环六环 这是北京 现在在东三环 这是二环三环 在东三环这儿 有叫什么CBD的地儿 这是南边 东边在这儿 在北京的东三环 有CBD 是吧 这顶房它的均价是在十万元每瓶以上 同样的建筑材料 啥啥都一样 放在这儿 我这楼牌也叫CBD 楼牌也叫CBD 它这个单价能是十万元以上吗 能吗 很显然不能 建筑材料都一样啊 对不对 完全都一样 所以各位同学 你搞清楚房价高的原因 并不是这个房本身高 是下边的地 明白了吗 说问四尔在哪 四尔在这儿 没有这么靠上 四尔在 五环里 四环外五环里 东四环外 东五环里 四尔在这儿 这附近的房价也不便宜啊 四尔房价周边的也得个八九万吧 是不是 好了 不多说了 各位 所以投资性房地产 你把它租赁出去 它跟固定资产是不一样的 它跟固定资产是不一样的 说清楚了吗 OK 第二 说如果某项房地产不同 用途的部分 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 也能分别确定固定无形和存货 以及投资性房地产 啥意思 举个例子啊 各位同学 听好了 我们现在的楼盘开发 特别是商住楼盘的开发 下边一层二层三层 一般都是什么 商铺 对不对 然后从四层开始往上 是住宅 你的商铺能不能单独计量和出售 太能了 如果你把商铺租赁给某个大型商场或超市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投资性房地产 再来 你自己有个房 你把它隔出来一段 隔出来一段 把它租赁出去了 你自己家有个双十 是吧 这边一根屋 这边一根屋 这是一 这是二 你把这二号租赁出去了 它叫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注意不叫 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为啥 你能够单独出售吗 你能够单独把这个房本上 这第二个屋给卖出去吗 不能的 我们一定强调 投资性房地产 要能够单独的计量和出售 不是货 是和 明白了吗 你那自己家的房 你能卖一个屋吗 是吧 不能 那不能它叫啥 它还叫固定资产 说清楚了吗 再来 投资性房地产 它跟固定产 还有个本质的区别 你把房租赁出去了 你收的租金 各位日常活动 所以记录到营业收入项目 一般用到的快递科目 叫其他业务收入 明白了吗 叫其他业务收入 接下来我们看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我发现个问题啊 各位同学 是不是这点要开困了呀 所以废话连篇 巴拉巴巴拉巴的 来 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各位准则只给大家规定了三类 不是这三类的都不是 明白了吗 不是这三类的都不是 来 这三类分别什么 叫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 持有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第三 以出租的建筑物 只有这三类 别的都不是 别跟我谈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 持有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商品房 这个叫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不叫 它不是这三类呀 说清楚了吗 所以选择题或是在主观题当中 插错更正要注意了 不应该叫投资性房地产的 结果从固定市场转投资了 为啥转呢 调利润 说这啥都能调利润呢 投资性房产后续有光云价值计量模式的 现在房价涨了呀 当时花五万块钱一瓶买的 现在都五十万一瓶了 涨了呀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我说的这些都要在脑子当中有印象 而后通过做题的方式来进行强化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叫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那这个土地使用权呢 有的是从这个一级市场买的 有从二级市场 啥叫二级市场 我买一块土地使用权 我卖给你 这就叫二级市场 你从当地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 那叫一级市场 我不管你是通过一级市场 还是二级市场 你买的 这块土地使用权 你买了之后 你把它对外出租 OK 投资性房地产 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你从一级市场买 这叫出让 国家把地出让给你 你从二级市场买的 这叫转让 我把地转让给你 基本概念了解即可 OK了 第一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 叫持有准备增值后 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我刚才其实给大家解释 这个不同地段 这个房价的原因 就是真正涨的 不是房 是地 所以我们说 持有一块地 准备增值后 把它转让 这个叫投资性房地产 但是各位 注意到 这块在国内很少见 国内很少见 为啥 你拿了个地 你不开发 两年就给你收回去了 变成闲置土地了 房企拿地 两年不开发 收回去 闲置土地 国家无偿收回 说你当时花了15亿买的 一分钱不给你收回去 你那时候 你连资产都不交了 你知道吧 你连资产都不交了 还叫什么投资性房地产呢 所以持有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在国内不多见 即使它真的这个目的 它也不能说把它变成什么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一查一个准吗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房企啊 它为了去钻漏洞也好 或者是打擦边球也好 它开发 假开发 咋假开发 先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收入处 就在那个土地 那个位置上建个非常好的收入处 然后也围上了 然后呢就开始挖坑 是吧 然后挖两天停了 过一段时间再挖两坑停了 我可没有闲置哦 我开发的钱不够啊 挖两坑不够钱了呀 是吧 过两天赚钱再挖两坑 所以这都是抓漏洞 所以这块极其少见 我不多说了 我不多说了啊 极其少见 再来 第三叫已出租的建筑物 这是最多的 对吧 你把你不用的办公楼啊 厂房啊 写着间啊 你把你些不用的租赁出去了 那这个有可能符合条件 叫投资性房地产 是指 借以经营租赁方式 出租的房屋等建筑 主要包括自行建造或开发完成 用于出租的建筑 以及正在建造或开发过程中 将来用于出租的建筑物 你不要不听 后边我说的这句话很重要 为啥 我现在建个房 建完房之后 带在定工程 借啥 借啥 借的是固定资产 还是投资性房地产呢 你要看你当时立项啊 各位啊 你这东西当时立项是办公楼 那么自用吗 那你得借固定资产 是吧 如果你当时立项写之间 你是不是对外出售或出租 如果你用于出租 那不就是投资性房地产了吗 这个后边我们会说 那么对于已出租的建筑物 这里有三个点 要跟大家明确 首先第一个点 以租赁方式租入后 再转租的建筑 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没有产权 第二 其持有已被经营出租的 空置建筑或再建建筑物 如果董事会或类似机构 做出书面决议 明确表明将用于经营出租 且持有意图 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的 那么即使没有签订租赁协议的 也视为投资性房地产 这边举个例子 说贾把房租给已了 租期两年 贾当时叫投资性房地产 没问题吧 到了12月31号到期了 收回来了 还没有租赁出去 但这房我压根就不用 我不自用 我还是要对外出租 只不过现在没有找到 下一个成租方 没找到下家呢 我董事会已经做出书面决议了 两个月之内我要搞定它 要租赁出去 那么这两个月要不要把它做什么固定资产呢 No 仍然叫投资性房地产 我说清楚了吧 明白了啊 再来第三 说企业建筑物出租 按照租赁协议向成租方提供相关辅助服务 在整个企业中不重大的 也应当视同该建筑物 要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说我把我的办公大楼 我租赁给你了 但是这个保安 整个物业 还是我的 我给你提供服务 那这个能不能说 因为你提供了物业服务 而租赁的这个住房 或者这个写制楼 或者这个办公楼 它不叫投资性房地产了呢 注意不能 说清楚了吗 所以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是最为关键的 明白了吗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它是可以和租赁集合的 明白了啊 我把房租你了 是不是 现在快递主体是你 你叫使用权资产 你过一段时间 要把它租赁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得分 你的租赁是经租赁 还是融资租赁 如果快递差数的题 我这边租赁给你 你做使用权资产 你又租出去 你又做投资性房地产了 错了 没有产权做啥 投资性房地产呢 所以转住的不是 所以我个人认为 第一条是可以和租赁结合的 明白了吗 来 四十四页 解题高手 解题高手 这里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 请你认真给我看 这些例子 请你认真给我看 给我看 看都不是给你看了 是吧 我真的拿你们当家人一般对待 给我好好看 我课上我不读了 课上我不去读了 这些东西你自己课后回去 一定要看 各位同学 一定一定要看 都是我刚才讲的一些浓缩的东西 好不好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实实 你拿着一本纸质版的书 或者电子版的书 你在上班的路上 包括这个在坐地铁呀 或者坐公交啊 你可以翻一翻看一看 你不能实时的去听我课对吧 所以我讲的这些 我和蒋老师都已经形成文字稿 放在这上了 都给你了 给了就要要 不用不好意思啊 好的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开始 介绍考点二 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只有一颗星 为啥呀 为啥 因为固定资产你会确认计量了 无形资产你会确计量了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来看第一个确认 第一个很可能 第二可靠 是吧 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境地里 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 该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或价值 能够可靠的计量 我们接下来说说它的初始计量 首先第一个外购 那在这里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 你买个房 一定是投资性房地产吗 注意啊 注意不是 你要看 如果我现在外购的房屋建筑物 我先自用 而后再去出租 我说我先用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我再把它出租 合同我都签了 各位 你买来的 你得先给我叫固定资产 出租 再把它叫投资性房地产 说清楚没 再来 说买这个房买来之后 我立即出租 那这时候你就立即叫投资性房地产了 这叫投资性房地产的外购 听明白了吧 买来先用 用一段时间再租 那不叫投资性房地产的外购 那就从固定资产转 投资性房地产 听懂了吗 来吧 如果你外购的投资性房产 它的路障成本 包括买价 相关税费和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跟固定资产一样不赘数了 第二自行建造 你看这个自行建造 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 你现在建个房 叫再建工程 没成的 还没成呢 叫再建工程 那么这个再建工程之后转哪 可能转固定资产 自用了呗 也有可能直接转到投资性房地产当中 如果你现在建房 还是那句话 建完我先用 找到了成租方 我再把它租 好 从再建工程给我转固定资产 租出去 再转投资性房地产 明白了吗 如果我现在建房 我就明确对外出租 而且已经找到下家了 是吧 已经承诺了 即将开始出去 甚至连合同都签了 好 再建工程直接转 投资性房产 这才叫自行建造的 投资性房地产 我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所以文字我不去读了 你的固定资产 该怎么建就怎么建 你的无形资产 你的投资性房地产 你该怎么建就怎么建 一样一样的 使资产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的必要支出 我们看科姆的设置 首先 如果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知道 它跟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后续它的核算 有两种模式 第一个叫成本模式 第二个叫公允价值模式 各位 什么叫成本模式 请回头 各位同学 请你回头 说回头干什么呀 怕你困 就脑回路就这么强 是吧 回头之后再回来 这困质就过去了 注意听了 成本模式跟我们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差不多 该提折旧 提折旧 该提摊销 提摊销 发生减值进行减值测试 而如果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注意了 不折旧 不摊销 不减值 说为什么 一会再说 一会再说 这是科目的设置 所以你会发现成本模式 有什么 有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括号 摊销 各位 考试不用这么写 它是房 叫折旧 它是地 叫摊销 当然我说的 它有减值 所以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 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 没折旧 没摊销 没减值 所以只有两个明细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调公允的 叫公允价值变动 明白了 初始计量 买来叫投资性房地产 各位一定是买来 就租住已经出去了 买来自用 那叫固定资产 借投资性房地产 带银行充满 如果是自建的话 借投资性房产 再建工程 如果是房企 带开发成本 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叫开发成本 因为它自己建的房 是存货 所以它单独有个快递坑 叫开发成本 明白了吗 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 一样 只不过多了个明细 看到了吗 多了个20明细成本 剩余的都一样 一样一样一样的 说清楚了吗 好了 投资性房产的烤点二 就一颗星 最主要 我这里 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 就是你得知道 投资性房产 两种后续的伎量模式 这个我个人认为 是比较主要的 好不好 行了 各位同学 9点05分了 该困的也上劲了 是吧 洗洗脸喝喝水 走一走 溜达溜达 我们休息10分钟左右 回来再给大家介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